8月23日 山西博物院主辦的《凝固的時光!世界重破真品展》開展 展覽匯聚了產自亞洲、歐洲、美洲地區的439件重破 將億萬年前的琥珀斬於世人 一件發現於緬甸的重破標本是本次展覽的亮點 胡氏夸富林 這一存在於1.36億年前晚白厄市時期的已滅絕物種 如今以琥珀的形象重現 它裡面包含的這個蟲子是經過我國的古生物學家研究以後 發現它是一種新的昆蟲的種和鼠 所以說它的科研價值非常的高 相關的這個研究的文章也是發表了 在世界上非常權威的這種自然科普類的雜誌上的 可以說是為咱們古生物界的這種研究 中國的增加了一個新的封碑 它主要是科研意義非常的重要 此外 造型各异的琥珀各具特點 火焰花盛開的瞬間 古生物捕獵的瞬間 兩隻蟾交配的瞬間 浮游比翼雙飛的瞬間 非連蟾卵的瞬間 這些瞬間被一一定格在經過亿萬年地製作 就這個時刻非常的難得 非常稀有 琥珀是終生代白惡劑至新生代第三季的松百科 山科 豆科等植物的樹枝被埋藏在地下 經歷億萬年的沉積 搬運等地質作用和生物化學作用後形成的樹枝化石 小小的一枚琥珀就是億萬年前地球生物和環境的一個縮影 琥珀它本身就光澤非常的銀潤 本身就是一個特別難得的一個有機的這種寶石 尤其是它裡面經常包含有一些遠古的小生物 能夠為我們非常直觀地呈現 遠古時期的這種生物的多樣性 包括當時的一個生態環境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價值 而且這個琥珀它裡面包含的這個生物 它非常的漂亮 也有很高的欣賞價值